Redmi Note 12系列 火辣辣滚烫烫在我手上 两页像素 OS防抖 120Hz AMOLED 120Hz超级快充 这样的组合 第一次出现在中端机系列 而我不仅拿到12 Pro Plus 我还拿到了5G版的Note 12 那其实它有另外一台就是标准版 没有5G的Note 12 所以今天 不论你是对哪一台有兴趣 你都一定要看这支影片 喂 没有原因 你就是得看 OK 首先盒子里面有的东西 两台都一样 没有谁比谁多 充电线 数据线 透明壳 还有SIM卡针 说明书等不多不少 刚刚好 那我们拿到的是12 Pro Plus的白色 以及Note 12的这种绿色 但是呢这个有点清蓝清蓝 12 Pro Plus的进口模组 边框和机身采用的是白银的搭配 而12呢则是一体式的颜色 两者在材质上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12 Pro Plus 是类似陶瓷这种亮面 不看镜头模组的话 其实有点像小米13的感觉 而Note 12 5G呢 这个就是会反光的雾面材质 其实我觉得雾面 会比亮面这边更显指纹一点 在镜头模组这里的材质呢 就相反了 一个亮面 一个雾面 总体来说我觉得12 Pro Plus 这个看起来和摸起来都更有质感 但是也比较重一点 屏幕方面他们都搭载6.67寸的120Hz Full HD Plus AMOLED屏 尤其12 Pro Plus 5G的显示效果真的还不错 支持开启Dolby Vision显示 而且也支持开启更高清的YouTube影片画质 然后也支持10亿的色彩显示 是看得出来它的颜色是更有层次感的 然后相机方面它们都是三摄组合 然后像开头讲的有2亿像素没有错 不过当然是只有红米Note 12 Pro Plus才有啦 嘻嘻 它不只支持2亿像素 还有OIS光学防抖 光是这一点我就觉得很重要 先不说2亿像素可以拍到有多清晰 但是一旦你手抖呢 你就很难拍好了 而我就试着比平常我们手持拍照 晃得更厉害一点 拍出来的照片 还是比预想中的清晰很多 更没有加OIS光学防抖的手机区别真的很大 所以加了OIS光学防抖就很重要 2亿有多清晰 你看远处的双空塔就可以明白了 我放这么大 还可以看到一些细节纹理 不会看起来糊糊的 那这个就是2亿带给我们的好处啦 放大而且清晰 方便我们在日常拍照的时候 可以重新勾图 或者是留住最清晰的回忆 两者的拍照效果 整体而言 我觉得他们后置色彩表现都是算不错的了 夜拍也足够明亮 值得注意的是 Note 12 Pro Plus它拍到的视野会更广一点 所以可以容纳的画面更多 前置的色调就要看个人喜好啦 我是觉得相比起小米英网走的那种淡雅风 这次反而有比较重的色彩修饰了 特别在用Note 12 Pro Plus拍的时候 因为更广角的原因 所以自拍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拍到脸打打一个 用它我都感觉自己自信起来了 性能的部分 Redmi Note 12 Pro Plus它搭载的是 联发客天机1080的处理器 然后配备Liquid Code的散热技术 支持8加256GB的存储组合 而Redmi Note 12呢 它搭载的则是Snapdragon 4 Gen 1 它还支持安插1TB的存储卡 也就是讲说 如果你今天 你对拍照没有那么多要求 对性能处理器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反而觉得容量大很重要的话 那你就可以选Note 12 那他们都运行基于 Android 12的MIUI 14系统 电池方面他们都有5000毫升的大电池 但是一个是支持120W的快充 一个是33W 我跟你讲120W真是超级快 根据小米LabTest的指数 充满电池需要19分钟左右 非常地节省时间 其他部分 12 Pro Plus也是更高配置的 比如说有双养声器 是支持Dolby Atmos的音效 支持WiFi 6和Bluetooth 5.2的连接 配备更高防护的Cornin Gorilla Glass 5等等 那他们的售价呢 如果是以8加256的规格来讲的话 分别就是 1599 还有1099 而且是第一次 在1500左右 这个终端机系列里面 出现了两亿像素 可以加个1TB memory卡的这一台Note12 现在真的是我们 越来越多 在注重Storage这一点 而小米刚刚好就 砍在这个点上 喵 又或者你预算有限 但也不想太妥协的话 其实Redmi Note12标准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样有120Hz的AMOLED屏 也有8加128GB的存储能量 重点只需799令吉起 真的是实惠注了 所以这一次的Redmi Note12系列 可以讲是各有千秋 算是给了不同预算还有需求的人 有不同的选择 那我会把总购Redmi 12系列的售价资讯的 放在资讯栏里面 如果你没有兴趣可以去看 那据我所知他们也是有这个预购的 就是4月6号到13号 那这段期间你购买的话 你就会免费拿到一个Redmi Smart Ben 2 然后他们刚好也是有举办 今年的小米粉丝嘉年花 所以也是一堆好康的啦 我把我觉得重要的资讯都放在资讯栏 你们记得去看哦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 我是Zin Gajajina 拜拜 啊